2016年2月22日 广西南宁市马山县一对16岁新郎新娘的婚礼成为网络焦点 近日新年报记者走访发现在马山县的古陵 金钗临维永州乔丽等乡镇都有早婚夫妇的个案 当地政府倍感压力教育民政妇联等部门召开联席会议 要求落实五项措施应对辍学和早恋现象 有人是说马山对早婚现象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视 2月27日上午9点 广西马山县妇幼保健院16岁的伟璇化名躺在床上 他一天前更生了孩子 怀孕7个月时伟璇还不知道自己有了孩子 以为是肚子胀气一个劲吃线味消失片 几天后伟璇将带着新出生的孩子进入婆家 与她的学生身份告别 这是大山深处一部分少男少女正在经历的命运 因16岁结婚而在网上走红的张家乐化名说 他所在的初中恋爱很普遍 班上50个人又30个人都谈恋爱 而他和女方也不算初恋 他们都是初一的时候就有了男女朋友 不过后来散掉了 在他就读的中学里 性不是新鲜事 微宣强调他绝非班上的第一例 在自己与男友发生关系前 已经听说过很多同学都那个了 因此他们也觉得性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 研究婚姻法的北京律师于超说 早婚早遇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危害 除了破坏了法律的严肃性 早婚者年龄较小 不能很好地处理家庭矛盾 为家庭不稳定和社会矛盾埋下隐患 早婚婚礼走婚网络后 马山县于2月22日下午 组织工作组进行了深入调查 政府落实了五大措施 应对辍学和早恋现象 包括加强法律法规宣传 完善德育关爱机制 建立空措保学网络 提升贫困救助力度 拓宽升学就学渠道等 接着采访时 少年夫妇们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好了 我们不需要管那么多 新京堡动新闻报道